今天买了31块钱的粉肠 我们来做两道好吃的菜 粉肠是小肠的前一段连接胃的部分的 这一段其实是很干净的 不需要抓紧的太厉害 千万不要反过来洗掉里面的粉 那个粉是它的脂肪来的 洗掉就不好吃了 洗好的粉肠我们拿一部分到高压锅里面 加入适量清水 上锡后才小火压10分钟 新鲜菜泡发来清洗干净捞出来备用 好了我们的粉肠压好了 把它夹出来 放到砂锅里再剪短一下 再把金针菜放进来 煮粉长的汤倒一些进来 然后调大火煮开转中小火焖10分钟 好了时间到来调一下味 加入适量盐 还有一点点胡椒粉 把盐拌匀 然后撒上葱花就可以开吃了 盐拌匀 然后撒上葱花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做吧 简单又超级鲜美的金针菜粉长包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给试一下哦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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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